我是赵绍康 欢迎来到赵绍康的现场 那么今天在我们现场呢 这个非常荣幸 也非常高兴我们请到 Starbucks Starbucks咖啡在台湾的总经理 许总经理 许光宇 那你们在台湾叫做统一星巴克 因为是统一公司 合资公司 是合资的 对合资 我们股东就是统一企业 统一超商跟星巴克国际公司 那么实际上 星巴克在全球的销售 占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 我看这个 这本书啊 我们现在主要请这个许光宇 先来谈 一本书 英文名叫On War 就向前了 那中文把它翻成 勇往直前 然后标题呢叫做 我如何拯救星巴克 那这本书的作者是 星巴克的执行长 我们中文翻译叫 霍华苏之 那这个霍华苏之 其实最早星巴克就是 等于是他开创的 他原来有建立一个 什么叫美日和今日咖啡 然后把他的老东家 把星巴克买回来 那是差不多1987年的时候 是是 那其实 其实星巴克故事 我大家段段去 都听到蛮多的 就是说原来美国人喝咖啡 就喝很烂的咖啡嘛 因为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那个教授 每天就湖上煮一壶 他们也不喝水就喝咖啡 也不喝茶就喝咖啡 但那咖啡淡而无味 然后老美喝得也很高兴 对 那这个苏之吧 大概他那时候 好像最早他曾经 卖过什么咖啡的器材 我有一点忘了 好像是这样 然后突然 这个 从纽约到西亚都去 对他觉得说好像 为什么意大利人 可以 喝那么好喝的咖啡 为什么美国人 就喝那么难喝的咖啡 其实我每次吃老美 西餐的时候 我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每天 我们可以这样美食 不管一个路边摊也美食 美国人那么可怜 吃那么烂东西 英国人那样更烂 那他们怎么 也能够忍受 这一辈子也这样过了 我想他大概跟我心情差不多 说为什么 意大利人可以喝那样咖啡 而且很欢乐 意大利街上 哇他为了咖啡摊 每个街几乎都有咖啡摊 那么欢乐气氛 那美国人为什么 忍这么难喝咖啡 那当时他就 想要 想要研发比较好的咖啡 但是好像别人都是疯子 怎么可能一杯咖啡 卖一块五两块美金 然后每个咖啡可能只有十剩 一毛钱 你怎么要一块五两块的咖啡 但是他很坚持 终于把 这个Starbox搞得 后来搞那么成功 电那么多 但是好像又有一段时间 就又下来了 所以他很急 我在看那个时候 我就想说 还做一个创业家 是很辛苦 他其实钱也有 那他事业蛮成功 可是有一段时间 当Starbox股 他到纽约去 我觉得他都快抓狂了 他就说 我的公司明天就被人买 被人买去了 他连在晚上 点餐的时候都很 都很 都发脾气 脾气都控制不了 所以 大家看一个创业者 很风光啊 他股价很高 但是没有想到 他那个心里面 随时想到 我公司可能没有了 我员工可能都要失业了 我的失业可能被人收购了 所以真的蛮有意思 但是还好他就成功 就失败了 我看啊 大概就别扯了 那这本书是我如何拯救星巴克 好像美国 很多的大学的MBA 很多的这个财经杂志都 都推荐他 主要原因是 他真的是从头到尾 从一个创业 到他把他的总经理 交给资金长 交给别人 再忍痛 不得已又收回来 然后从谷底 又做了很多改革 这个改革 甚至于公司 很多人都反对他 那电视的节目 财经节目 绩效他 然后的确也 又继续股价下跌 营业额继续下跌 后来又反败为胜起来 所以这个我想 这个徐总经理 当然看这本书 一定更有感慨 因为你们实际就是 等一提 他这边提了很多台湾 你们研发的产品啊 你们很多很多东西 你怎么看这本书 先简单 把你的 这个整体的概念 然后我们再细谈 谢谢主持人 我想我是以一个 台湾的事业伙伴的一个角度 第一个我看到这本书 我敢对Horror Shows表达敬意 真的是尊敬他 达从内心的一个尊敬 那刚刚主持人也特别提到 当初他就是一个创业家 在差不多1980年代初期的时候 他一有机会看到这个 也在西雅图派克市场 有这个星巴克这个一个咖啡店 那一个咖啡器具 他就觉得 他要去一探究竟 那刚好他又 想进把我加入之后 去米兰 去考察 所以就如刚刚主持人讲到的 才发现 他机会来了 因为美国人不会喝咖啡 所以他可以带入好咖啡 第二个就可以带入这个 米兰咖啡吧那种 欢乐热情浪漫的这种气氛 所以他觉得这个一定会成功 所以他就回到西雅图去跟他的老板 说是不是建议原来的派克市场那个咖啡店 他只是卖咖啡豆茶香料 只是一个农产品店 好的煎饼咖啡店 是不是可以改变可以卖 变得好像这个家汉办公室以外第三层的空间 结果他老板不同意啊 不同意之后他到最后觉得 鸡不可思啊 我已经发现未来的这个 而且跟老板讲的办法都不听 他自己就 他自己就去找金竹 开创了这个美式咖啡 20万美金我记得好像 他很有说服力 不容易啊 20万美金的税很大啊 开玩笑 2万5都很大了 他说服这个金竹之后 他开了这个美式咖啡 那开了四个店 就是这个Espresso Bar 好咖啡 而且浪漫的咖啡馆 但是他最后他觉得 星巴克这个品牌 还是有故事 Starbucks 所以他就 又把这个原来老东家买下来 所以就扩张 所以到1987年 他那时候就 11家店 那在书上那写 100个员工 一个理想 那个理想就是说 他一定有机会 可以创造一个全国知名的 这样的一个品牌 的这个咖啡品牌 所以他就一路这样子 到1991年的时候 股票上市 1996年这个 国际化 所以一路都非常成功 那到了2000年 也已经这个超过2000多家店 所以他那时候 他就宣布 从执行长退下来 就去当这个董事长 那思考全球的一个 思考全球的一个布局 那那时候 从日本市场 还有亚太市场之后 一下子扩张到 差不多2000 2006年 2007年也差不多 40几个市场 50几个市场 也都很顺利 不过 他还是保持警觉 我想这是一个领导者的一个 一个他的细心 那他跟全体的员工也保持非常好的一个信任的关系 所以他在96年底的时候 其实已经陆陆续续 很多员工就写信给他 反映给他 觉得公司 当然有好几派 有个公司觉得 要持续发展 多讲话 音乐 什么 电影 都涉足 但有的人反对 就是说 公司已经离开原来的初衷 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第三生活空间 专业咖啡 所以他那时候心里面就已经很清楚 他知道公司有问题 但是他又不能以董事长的姿态进来说三道四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他的气度 他任用专业经营人 也任用认为比他自己能力强的专业经营人 但是他董事长 董事会有个责任 发现到这个经营团队带领的公司 已经走偏方向的时候 所以才会有2007年情人节的 他的备忘录 他写了一封备忘录 我想这封备忘录在这个 网路上面都有流程 你会发现到他也并没有去指责 他主题叫做星巴克体验的 这个commodization 整个就已经商业化 普遍化 平庸化 那他也把他看到的问题 跟经营团队讲 整个 本来一个专业咖啡馆 现在去学习别人卖很多的这些早餐的三明治 搞得不像咖啡馆 还有咖啡机器 办自动化也OK 但是你整个又花高了之后 那变成原来的这种咖啡师傅跟顾客的那种互动 也没有 看不到 啊专专业煮咖啡的热牛奶也不热啊什么的 所以他觉得受不了 所以他写的这个备忘录也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点 就从二月一直到十一月 十一月当年十一月我也到西亚特去开会 开会去他家吃晚餐 我看他实在是脸色实在是不太好看 很惨白 我看他已经已经折磨了很久了 你看从06年员工跟他反映 07年2月写了备忘录 他是极度的忍耐啊 但是他十一月我看 从书我们恍然大悟啊 他十二月照例到夏威夷要去全家去度假 应该是快乐啊 结果我看他是不快乐 他在那边一直思考怎么2008人要 他跟另外一家公司的CEO 那个也是 就是Michael Dale 那个他刚好他也前几年他回任CEO 所以离开CEO又回任CEO 台湾好像也不少这种Case 我看郭台铭有一阵子不是想要交报 就又只好回来 张忠某交报又回来了 我发觉不容易啊 这个当家CEO不容易 所以你看他从08年回来 一月初回来之后 那就他已经不是董事长 董事长不用去实际经营 那他回来之后就开始展开他负责任 他总裁兼执行长 那就在三月的这个股东大会 他提出一个transformation agenda 整个这个转型的计划 所以他很清楚把这个星巴克未来的这个走向 七个行动 他写得很清楚 我就不赘述 那第一个就是咖啡权威啦 对伙伴的热情激发啦 对这个顾客的这个价值 他要提供啦 还有继续创造这个第三生活空间的这样的氛围 还有对于企业社会责任 还有建立将来永续经营的这个model 从那一刻2008年的三月的 agenda 到今年2011年的三月 差不多满三年的股东会 因为他也把未来的这个星巴克的蓝图 健康成长的蓝图都架构出来 所以他真的是 06年到07年夏定决心回来 那08年进来的时候 transformation agenda 转型计划提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就从高高在上的董事长呢 进入到执行管理的阶段 那我想这个对他来讲也是 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统一星巴克的总经理 徐光宇 徐总经理 那么来谈 星巴克的执行长 霍华苏织这本书 年经出版社出的 叫勇往直前 我如何拯救星巴克 因为曾经辉煌 又差一点垮了 那么现在又站起来了 所以这个过程就特别吸引人 我们休息一下就会